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570级,洞府开启 在这危压下,界外太古星辰的所有修士,全部一个个身子剧烈地颤抖起来 他们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但那星空内的鸿鸣,却是如同末日一样 给所有听闻之人造成了一股极强的压力 在这压力下,似乎有了窒息之感 无数凶兽也均都是如此 无论这凶兽拥有多么强悍的修为之力 在这一刻,全部都是身子颤抖 一些消散在传承中 但却依旧埋葬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在这一刻,从一些凶兽脑海内慢慢地浮现 这记忆是一种对天地的恐惧 是他们的先祖留下 本应是永远也不会浮现 但此刻,却是由不得他们 随着整个太古星辰的剧烈的变化 这星空的雾气越来越浓 到了最后,几乎阻断了一切目光与视线 占据了界外全部星空 这些雾气来到太突然 根本就不给人半点反应的机会 就在这时,在界外太古星辰的某一处 星空震动 从四面八方突然有一个个巨大的碎片 平空出现 这些碎片看起来仿若是石块 它们急速凝聚在一起 赫然化作了一面巨大的石板 这石板不规则 仿佛是某物崩溃后的一部分 它们从虚无中幻化 由尘埃凝聚而出 在这巨大的石板上 更是散发出一股沧桑的气息 这石板凝聚成形 立刻在呼啸之声下 直奔解内而去 在这一刻 界外太古星辰中 长尊从其大殿内猛地睁开双眼 其墓中露出骇然 他急速起身 一步向外迈去 刹那就出现在了 被雾气弥漫的星空内 他看着远处 慢慢的其眼中的骇然 被震惊取代 第三魂苏醒 动腹核心之地重新开启 长尊面色苍白 但却毫不犹豫地身子一晃 直奔界内而去 同一时间那 界外各个区域内 那几个尚存的先妃 包括与王林 在古之墓地相熟的那位 全部都从打坐中惊醒 他们一个个 默然看向星空 神色各自不同 有激动 有复杂 更有惊恐 东腹核心之地 开启了 片刻后 从这界外太古星辰 数处地方 那些先妃 一个个化作长河 急速去往界内 同一时间 界内四大星域中 昆虚星域 朱雀星所在之地 其四周同样轰鸣不断 雾气卷动八方 笼罩一切 此刻 在这雾气下 又幽光闪烁 却见朱雀星外 星空一阵扭曲中 一道巨大的裂缝 被无声无息地撕开 从那撕开的裂缝内 透出一股 域外战场 那寂灭的气息 紧接着 一个个碎片 急速飞出 赫然间 就在朱雀星外 这些碎片 相互凝聚在一起 化作了 又一面巨大的石板 这石板 如同一个小大陆 出现之后 默然呼啸直奔罗天 不仅是昆虚如此 在其余三个星域内 各自都有这样的碎片 凝聚化作石板 这些石板 数量不详 从整个洞府界 直奔罗天 随着那一块块石板的呼啸前行 罗天星域内 那正寻找第三魂的七彩道人 神色大变 他身子猛地一颤 抬头死死地盯着前方 其神色立刻争鸣起来 透出一股滔天的愤怒 第三魂 被人找到了 东府核心开启 是谁 是谁先找到了第三魂 七彩道人 仿若发狂 向前一步迈去 直奔前方 还有那四大战将 他们也在罗天行律 此刻 他们身前那巨大的雾兽 乌叶一声 身子颤抖之下 不敢前行 紧接着 那星空的轰鸣 与雾气突然出现 东府核心开启的气息 更是清晰地 展露在了 这东府界 每一处星空 四大战将 神色轰然大变 他们几乎无法相信 他们认为 自己寻找的速度 应该是最快的 但此刻 却是骇人地发现 竟然有人提前 找到了第三魂 东府开启 是谁找到了第三魂 是那七彩道人不成 四人毫不犹豫 疯狂地向前急驰而去 直奔那船来 东府开启气息之地 还有一道神影 比这四人速度要快 几乎就是在 他们前行的刹那 这身影化作长虹 呼啸间 从他们四人身边 直接穿透过去 那长虹内的 正是战老鬼 此刻 这战老鬼神色 极为阴沉 更有一股恐惧隐藏 他如果没先 找到第三魂 那么 若被七彩道人找到 等待他的 将是凄厉的吞噬 与死亡 可惜眼下 洞府界大乱 就算是他 散开神石 也无法看清太远 更无法知晓 是谁 取得了第三魂 王林有可能 七彩道人 也有可能 具体是谁 他不知 但正因为 这种未知 那恐惧的感觉 就越发浓郁起来 在这恐惧中 他发狂一般 急速前行 此刻 他无法去选择逃避 即便是那七彩道人 获得了第三魂 他也要立刻前去 趁着对方吸收吞噬 消化的过程 拼死反击 在这战老鬼前行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 其身体 所化长虹外 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影 这虚影以雾为披风 遮盖了眼睛一下 只露出阴森的双目 更有一头仓发飘舞 其身子庞大无比 隐隐遮盖大片星空 这虚影在那战老鬼身体外 他正是七彩先尊 承载了感悟的三魂之一 更是在这一刻 随着东府界无尽岁月中 从未有过的一次 如此范围的巨变 东府界颤抖中 众生心慌 与此同时 这股力量 更是在界外太古星辰中 撕开了那被王林 李广公封印的 界外远古先语 这界外远古先语 尽管崩溃了大半 可还是存留下了一些 当年的七道宗弟子 此刻 在撕开的刹那 这些七道宗弟子 骤然冲出 在那震惊中 他们不假思索 直奔罗天 还有那在界内 没有去往仙界 此刻在照合一颗 修真心上的女子 这女子 正是那照合子侠 此人同样也是先妃之一 她沉默了片刻 吟牙一咬 踏向星空 在这波及的整个洞府界的大便下 在那无数碎片凝聚的石板 急驰呼啸 齐齐冲向罗天的一刻 昆虚星云内 那隐藏起来的五行星上 以那马姓老者为首 一行数人 在短暂的犹豫后 暗叹升空而起 站向罗天 云一风跟在马姓老者身后 望着罗天的方向 眼中闪过一丝异芒 王林 你我之前一站 还没分胜负 或许在那洞府核心之地 我们可以决定高下 在这洞府界的剧烈轰鸣 与雾气如海一般举动中 若是站在另一个高度 去看着整个洞府界 可以看到 此地似化作了雾海 但唯独罗天王林 所在方位 一片空旷 如此一来 那个位置 如明灯之影 此刻 在那仙界内 清水站在其屋舍外 望着仙界变得浑浊的天 他的心神那样 似有一阵阵呼唤传来 这呼唤 让他感觉极为烦躁 同样在仙界 司徒男也从打坐中苏醒 其神色阴沉 默默地望着前方 不知在想些什么 就在这时 突然 一个威严的声音 在清水 与司徒男二人心神内 骤然而起 这声音呢 属于蓝梦道尊 我曾答应王林 会帮其出手 眼下那奇异的地方开启 我没有鲜钢血脉 无法介入 我要借你二人魂一勇 你二人 可同意 四边云雲 八方碎板 从这洞府界 起涌而来 宁罗天 而此刻 王林站在那 罗天星语 修真心内的 秋蓝幽谷中 他的双眼 蕴藏了悲哀 与愤怒 他眼睁睁地 看着弟子谢清 喊出那最后一声 十尊 含笑弃绝 他愤怒的是 这天意弄人 若这天意不尊我念 那么 我便毁天灭空 又有何妨 王林抬起头 看着昏暗卷动的天幕 在他的手中 握着第三魂 这第三魂 在其从谢清尸体内 出现的刹那 王林已然与其有了联系 他明白 东府核心之地 开启了 他更是知道 此刻在这星空内 各方之辈全部赶来 他们的目标 是自己手中的第三魂 但眼下 这第三魂 在王林看来 已然不同 此魂不是七才先尊 而是他的弟子谢清 那绝不是你呼唤的 最后一声师尊 我不允许 王林眼中露出寒光 他看着天 忽然大笑起来 这笑声充满了一股力 有为师在 你定有重新凝聚成魂 记忆苏醒的一天 当你苏醒后 你还是我王林的弟子 王林闭上双眼 在此睁开时 手中的第三魂 被其融入体内 就在这一刹那 突然 那昏黄的天幕 轰轰卷动 剧烈的翻滚下 星空中雾气 似疯狂一般 大浓起来 那滚滚雾气 如怒浪般轰鸣 随着不断的临近下 王林看到了一片 如大鹿一般的石板 从那雾气内 轰隆而出 漂浮在了星空 与此同时 第二片石板 从另一个方向的雾海内 呼啸冲出 第三片 第四片 第五片 这罗天星与王林 所在的修真心外 此刻星空中 随着雾气翻滚 轰鸣回旋间 那一片片石板 呼啸而来 刹那间呢 便有数片冲出雾气 相互凝聚在了一起 并非融合 而是模糊地 组成了一个轮廓 这轮廓上海残缺 看不清具体是什么 但从旗上散出的 那股沧桑的气息 与惊天动地的威压 却是让王林看之一眼 便心神轰鸣 他明白这是什么 如今看去 尽管心神震动 但神色却是如常 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站在那里 平静地望着 很快 又有数片石板 从雾气内呼啸而出 加入进 那还不完整的轮廓内 渐渐地 随着越来越多的石板来临 那轮廓 慢慢地完整起来 出现在王林眼中的 赫然是一个巨大的门 此门呢 不是通往仙冈大陆之门 而是此地 洞府核心之地的 入口大门 打开这个门 就可以踏入洞府核心 这个门 王林尽管第一次看到 但他却并不陌生 在其中一片组成 紫门的石板上 王林感受到了 朱雀星域外 战场的气息 他曾经在那里 也曾展开过 全部神石 看到了 那惊天的一幕 那是 门碎开的一场 如今呢 这当年被天道 撞开的洞府大门 再次凝聚而出 引动整个洞府界的 惊天巨变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